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过我画画的时候都是用中式的毛笔 不管是用阿克力或者是水墨还是水彩都是用中式的毛笔 这个要讲回以前小时候 小时候因为喜欢看漫画看动画 所以自己也慢慢爱上了画画 一开始就是用一些硬笔 这类型的硬笔来下摸 中学就喜欢整个漫画 毛层像李志勤 用水墨用毛笔来画画 就觉得很厉害 尤其是青春中原画马加波那时候 全程都是用毛笔来画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用毛笔来下摸 都是受这几个画家影响 为毛笔比较自由 要粗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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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放自如 这样的模式中式毛笔 而不是西式毛笔 以前买毛笔的时候 都是去一般的文具店买毛笔 里面卖的毛笔就是一般用的 中学小学用的大小鎧 这种普通毛笔 这种大鎧小鎧笔 就很难拿来画线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曾经跟一个水墨画家 学画画 但是不是画水墨画 他觉得我年纪太小 所以他跟我妈讲 叫我先学水菜先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因 其实 原来学水墨画 真的是需要长大一点 先来一些会比较好 因为转业的器材 已经是一笔数物了 那时候看到我老实画 水墨画的时候 也认识到一些 不同种类的中式毛笔 比如工笔 或者是狗线笔 这我拿来画线是比较适合 因为狗线笔的毛笔比较长 所以画起来 它的线会比较细 而且你怎样压笔它 会变得太粗 再来就是一般文具店看到的 尼龙毛笔 这种尼龙毛笔 如果我画到差不多的时候 它就变成像Sotong一样 这个就是我对西式毛笔的第一个欢迎影响 因为普通的文具店只能买到 Walker Lake的一些西式毛笔 当然现在常去一些专业的美术店 都可以看到很多专业的水彩笔 都是一些品质非常好的笔 但是我还是喜欢中式毛笔的笔杆 它是用竹子做 这是第二点 我喜欢中式毛笔的部分 当然最近转眼水彩画 看过很多水彩大师 会用的一种比较松鼠毛笔 然后自己也买来一只吸水力很强 非常好用 非常推荐 喜欢画水彩画的朋友使用 价钱是有点贵的 我就不会打开出门来用 再来就是一带出门画画的几只毛笔 第一只是Pantel 懒斗毛笔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水箱 所以它是自动出没的 吸完来的部分 就是它鼻干中间有一只吸管 来控制它的出水量 所以现在画墨线都是用这只 接下来弹墨的部分就是 当Handtel P的墨用完 然后我再把它拆开 再加入清水 把它稀释 这是第二只会用到的 接下来的两只就是 就是在Portuna 可以找到的一些中式毛笔 因为它在附近的Tusco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都会带出门来画水彩 好 以上就是我会用到的几只毛笔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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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